好,我们再来做几个,再做两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买回就直接玩了 来看一下,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题目让大家去预习的,就是那个数字倾斜的吧 大佬,这个是模拟性的东西,因为真实的数字倾斜 其实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以前给大家看过一些数据 比如什么,这样的数据 这样的数据是吧,那我们将来肯定要在这个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分析 做各种各样的分析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就是你在做某些逻辑的时候 肯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倾斜 所谓数据倾斜就是,Map的数据是不是分给好几个reduce去处理 分的时候,默认情况下是按照哈希 哈希code的分,哈希code的分,必然导致的某一部分数据可能会 很多,某一些就比较少是吧 当然引起哪一部分多,哪一部分少,是不是肯定跟你的数据有关系 那数据可能某一些,就特别某一些key 你的一个逻辑里面,那个key,哈希code完之后 分给0号的可能会特别多是吧 分给1号的会特别多,分给1号的会比较少或者 或者分给0号和1号的比较多,分给3号的比较少是吧 那必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反正如果真的在做某一个逻辑的时候 你选择一个字段作为key,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 那我们的解决原理,原理上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 其实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就能模拟出来 比如说我在这里做word count 那我一定是选择单词做key是吧 那选择单词做key,像我这个数据里面a就特别多 那b上导致某一个reduce的任务量会特别大 那我们怎么做呢 其实解决思想非常非常的简单 解决思想非常简单 有两种解决方案 那看一下,看怎么做 有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 你好多好多的map 产生了好多的key value 这是map阶段 比如说a产生了好多是吧 A1A1A1 然后还有呢 当然这边可能有好几万个A1是吧 里面当然还有什么B1 B1然后又有A1等等等等 产生好多好多 然后当然这里面也有什么C1 C1一类的 是吧 发过来之后分给两个reduce的处理 可以假如 那这里面比如说A 这个假设哈希扣的等于0的话 必然导致它的任务量会特别大 那怎么办呢 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 先跟大家说一下 可以这样做 算我把这些划到这一边来吧 假设这个都是它的 是吧 都是它的,它产生的 这些都是它产生的 是吧 这些是它产生的 这些是它产生的 我可以怎么做 是吧 你看 你要从这个麦会端发出这么多AE 其实你想 你看我这里假设有1万个AE 都要发给它是吧 我能不能直接发一个AE万啊 我别发那么多了 我发一个AE万行不行 发一个AE万 那这样的话 给它是不是也就是一个KID 同样的 这边是不是也同样的操作 这边也同样的操作 这个就会大大的减少 这个传输的这个数据量吧 也会大大的减少这个Reduce上面处理的负载吧 你给个AE万 这边可能 假设这边有9000个 有9000个A 那这边就会产生一个A 9000 好 然后A应该都分给它 它无非就是把这个1万再加上9000吧 是不是没问题啊 那这里就是要改变 Map它是个产生的数据的 这个这个逻辑了吧 你就别只发这个AEA了 那要怎么办呢 我怎么样才能够让它发一个AE万出来呢 也就是你在你在Map这一边 是不是就要做一个局部的聚合 Reduce是用来做全局聚合的是吧 我在Map这一边就可以做一个局部聚合 做一个局部聚合之后 那这个出来的数据就少了 对不对 那怎么做局部聚合呢 像WordCount 我们要不要在 比如说WordCount 我们要不要在这个Map里面 你别发一个单词1 自己把这个单词里面的每一个单词的数量 先加起来再发出去 但这个意义不大 因为你在这里聚合的话 其实只对 一行聚合一下吧 意义不大是吧 你应该做的是对整个Map里面产生的数据 做一个局部聚合吧 不是对一行聚合是吧 你行里面还是可以发单词1 单词1 但最好是最后 在最后这个MapTask把数据发出去之前 做一次聚合 可以吗 也就是说你的Map方法里面依然产生这些东西 因为你聚合也没什么太多意义 但是我要在它最后把数据写到磁盘上的时候 MapTask把结果数据写到磁盘上的 分区且排序的 还记得吗 在它形成最后的结果文件的时候 在它形成最后的Map结果文件的时候 做一次聚合 那这样的话我的A是不是就真的能聚成A1 B当然也能聚成B B若干个吧 能懂这个意思吗 懂不懂 懂不懂 有没有疑问 那个 有没有同学有疑问 你们的座位好像是不是调过来 啊 好像不太对 呃 什么方 这个明白吗 意图明白吗 意图 明白是吧 OK 没有疑问的话 那我们就要讲具体怎么做的啊 嗯 怎么不通用 那要具体场景具体分析了 它并不是真正的通用了 这个说的确实如此 具体场景具体分析 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去这么做 但是这个意图就是在局部你可以做一次聚合 如果你需要聚合 是不是可以在局部做一个聚合 对吧 至于具体场景呢 那你要去再去找场景来看一看 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 给自己先去思考一下 那意图就是 你本来在reduce里面要做全局聚合 那我可以在map里面先做一个 局部的聚合 至于聚合的逻辑 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吧 不代表说就真的只有我的抗讨能用啊 不一定只有真的只有我的抗讨能用 比如说我要做一些什么金额的统计 你的reduce里面可能要做一些什么金额的统计 比如说分组统计 我在map这一段 是不是就先可以来一个分组统计 都可以的 并不是说只能我的抗讨能用 我只是以我的抗讨为利益 好理解一点 简单一点 好 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做呢 到底怎么做呢 就是map这边 要对自己产生的数据做局部聚合 你得 这个map task得有这个机制才行 如果它没有这个机制 我们是没办法做的 我们写map能对它产生的结果聚合吗 不可能是吧 它这里肯定会有一个组件来调 调到你这个组件 你爱怎么写是你的事了 那叫 是不是它就通用了 它肯定会提供一个编程接口给你 你爱怎么写是你的事 那是根据你的场景的 那这个通用的编程接口叫什么呢 叫 Combiner 编程接口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去定义一个什么 Combiner 那这个map task 就会把它产生的数据 调你的Combiner实现类 去把数据先 聚合一下 生成一个聚合之后的结果 那这个数据那是不是会变少啊 对吧 当然不是绝对的 像我们什么盗牌手引 用这个东西可以产生一些作用 像什么 共产好友 你的局部有聚合的意义吗 没有 是不是 不是每个场景都能用 好 但是它确实提供了这么一个接口给你 编程接口 叫做Combiner 那这个map task是这样工作的 你一旦写了这个编程接口 那么每一个map task都是这么工作的 那么他们产生的这个数据是不是就变少了 可以吗 但是这个聚合永远都是对它自己 产生的数据的聚合 跟这个reduce有区别的 reduce是会把多个map拿过来的数据再去 全局聚合的吧 懂意思了吗 它永远都是对自己的数据聚合 这样的 好吧 那这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组件 叫做Combiner Combiner 好 那我们就以Word抗体为例 比如说我要做个Combiner 那怎么办呢 写个什么 现在是不是得写一个这样的实现类才行 你得写一个实现类 好 我就写一个实现类 我就写一个实现类 就叫做Word Count 什么 Combiner 那这个东西 肯定也要符合一个变成接口的吧 它的接口就叫什么呢 Combiner吗 还真不是 就是reduce 就是reduce 因为做聚合嘛 逻辑都是一样的 把数据是不是分组聚合 只不过它针对的数据不同 这个地方是针对它 map产生的 自己产生的数据 而这个reduce 是针对 全局产生的数据 你写的只是一个类 你这个类并不是那个reduce 本身也不是那个map本身 包括你写的这个类 它也不是那个reduce 那个task本身 知道吧 这个类只是用来干嘛呢 给人家那个程序去 去调的 所以你这个地方叫WordCount的reduce 可以 你叫WordCount的XXOOO可不可以 做啥都行啊 你只是写的一个类 让人家去 是不是让这个程序去调 你写的这个类 让maptask调 那它聚合的就是哪一部分数据 自己的数据 你写的那个什么reduce的类 是给reduce task去调 那它聚合的就是 全局的类 你写的那个类 是不是还是那个类而已啊 是看谁在用 是吧 它们俩的区别 不是这个类本身的区别 而是看谁在 谁在调用而已啊 这里能明白吗 所以你的这个combine的类 它的编程接口依然是 reduce这个接口 reduce 人家就是一个分组聚合的意思 好吧 reduce其实就是分组聚合的意思 那这个分组聚合 如果在maptask的端 可以先聚一下 而reduce task 是不是又可以拿来聚啊 好吧 所以这个编程接口依然是reduce 是一个聚合的意思 map是个什么意思 你看你这里要继承一个map map是什么意思 map就是打散的意思 map就是打散的意思 打散映射 把你的数据打散映射成一些什么 qy的 reduce的意思是 聚合 分组聚合 好吧 所以你这个combine的也是继承这个接口 也是继承这个复类是吧 好那combine的ok 你要真的写的时候 这里也有范形参数 那你觉得这个范形参数应该怎么对应 这个combine的聚合的是你的map产生的 产生的数据 那这个combine的进来的数据 是不是就是你map方法输出的key value的类型 而combine的再输出的数据应该对应什么 reduce 你的reduce那边输入的数据的key value类型吧 明白什么 明白什么 好 ok 那这里应该是个什么 tags tags 然后呢 这里呢 inter writable interwritable interwritable 然后再输出 依然是个单词 依然是一个数量 只不过是一个聚合之后的数量是吧 好那既然你是继承了这个reduce这个编程接口 那你里面那个做做逻辑的方法还是叫做reduce吗 可以不可以 然后这里应该是个key 这里呢 value 这里context 你你这个里面的逻辑依然是分组聚合 是不是key相同的一组来了 那你的逻辑那就看你自己写了 看你需要了 我的需要就是把那个单词里面的1干嘛 加起来 那int counter等于 然后for each 然后这里是一个value 然后这里就是counter加等于value点get 然后get完之后 统计这个聚合完之后 统计这个聚合完之后 再把这个结果是不是再写出去 context write 然后key 依然是这个key value呢 new一个int write for 里面放什么content 你写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逻辑片段 并不是程序本身 真正掉这个类的程序叫什么 叫map task 是吧 好 但是并不是你写的这个类它就会掉的 你得告诉他吧 你得告诉他就是设置参数是吧 设置参数那应该在哪 在那个客户端呢 提交 比如说这个本地客户端 好吧 我这个是不是当时写的提交的问题都是本地的 那你就在这里加一个 一个类 job.set combine class 带注意这个API 你看 有combine class 这里还可以设一个combine的key grouping combinator class 啥意思 就你在这个map端做分组聚合的时候 是不是也设计了一个分组的问题 你也可以自己去控制把哪些东西看成 一组吧 那这个combine class 其实跟我们 昨天写的那个reduce段掉的那个combine class 一样的接口 编程接口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要设置这么个类 那这个类就是谁在掉 map class 这个在掉 好吧 我就不再去写这个了 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这里设置一个combine class 是哪个 是word count combine class 这样 它输出来的数据就不再是 什么ae了是吧 对不对 直接是一个a乳竿 是不是a乳竿 a乳竿 逻辑类是吧 局部聚合逻辑类 map class 也就是说它有这个机制 它可以做局部聚合 只不过 你得告诉它 到底怎么聚合是吧 就写这个类 听明白了吗 那我们来debug一下 以前发出来是不是那个reduce拿到的是些aeae的 我们这一次看他拿到一些a几 a几 这里一个word count input 然后这里一个output 然后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reduce这边 是不是在reduce才能看到效果 在这里打个断点 将来他去迭代的时候拿到一个�流 应该就不是一个e了是吧 好 当然了我看这个里面的单词 看这个单词有没有东西 我我我我的 看到input的这里面是些什么 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像我这个文件本来就很小 那总共会起几个map task 就一个map task 那他就会把这个里面的数据是不是聚合一下 啊 好来 我来打个断点跑一下啊 运行这个类 那你应该怎么运行 debug了吧 走 这是炸的 我以前打了一些圆满的断点放啊 好他又跑异常了 这是这个fireoutput format里面 他发现什么问题了 目录也存在 是不是这个异常这么抛出来的 看到吗 那那那那那我忘了删那个目录了 停了 哎呀我也不删了我直接把这个 改一个算了吧 行吧 再重新运行一下 走一个 那我们第一次写的时候 当时还是用的迭代器吧 更清楚一点啊 走走一步拿着迭代器 迭代器判断有没有数据 有有数据是哪一个 哪一个看到几 啊 k呢 b b有几个 为什么他拿的是b 因为我的reduce是不是有好几个 这个数据已经分散了的 啊 这是某一个reduce 是不是b是分给他的 b分给他的 ok 直接就拿一个20 那直接就拿一个24出来了 再来走走走 这个b是不是就只有一次啊 放心吧 因为b的已经是聚合了 而map又只有一个 再走 又来了看哪个k 1是吧 1是下一组数据走走走走 拿到他的value 直接就是8 8加起来 还能进去吗 进不去了 因为那个b是不是也只会有一个 啊 那个e也只会有一个 因为我的map是不是只有一个 你有多个map的话 这边有个e节 那边是不是还有个e节啊 是不是啊 嗯好 那我真的想演示一下有多个map的时候怎么办啊 easy 把那个文件 拷贝一下就好了嘛 因为一个文件至少都是一个切片 不管他有多大多小是吧 不管他有多小他至少都是一个切片 所以我把这个ss再 拷一个出来行吗 拷一个出来 然后把这个out拷得散了啊 我再走一遍 跟刚才比起来应该就有一点点不同 在这里 go 走 然后这一次是还是那个b吧 b这一组 进来 这是第一个数据 24是吧 他按理说应该 再一次 是不是来了 第二次是不是又是24 因为我的文件是拷贝的嘛 两个map是不是都产生了一个b24 对不对 两个map都对自己的数据做了 局部的 聚合嘛 ok了吗 好 好 那我再给你拿一个费解的东西啊 看你是不是真的理解了 我刚才是专门写了一个combine的类是吧 提供给map task来调的 好 我假如 我假如 我把这个类 删了哈 放在这里 哎 我把这个类删了 然后呢 你这个sat是不是sat不了啊 我 我sat这个 你觉得行不行 啊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可以吧 我说了 你这个类只是提供给人家就掉了一个工具而已吧 相当于这个类 reduce task 将它聚合的时候也是掉了这个 map task做局部聚合的时候也是 掉这个类呗 有时候说那老师我只有一个类怎么他们两个怎么能掉 你别想差了 map task的程序是不是在一个架包中启动的 那个架包中是不是有你这个类 他是不是通过反射可以把这个类构造出来掉 reduce task是不是在另外一个程序里面了已经 他是不是也有你的架包 他也能反射一个对象的掉 这两个程序有关系吗 这两个程序没有半点关系好吗 这能明白吗 这能明白吗 这没有半点关系 我两个程序里面是不是都有这个类 map task程序有这个类 reduce task程序也有这个类吗 map task也是拿这个类的对象来掉那个reduce方法是吧 reduce task也是拿这个类的对象来掉reduce方法吗 这有区别吗 这没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 当然我这么写 是因为我刚才写的那个combine的逻辑 跟这个reduce这个类的逻辑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是不是用了它 如果你的逻辑是不能完全一样的 那你就得自己写了吧 就自己写了 好吧 ok 这里 这是我们说的 我这个数据清洗的时候 可以加一个combine的去做是吧 当然了 其实combine的不光是用做数据清洗的 其实它的目的不是专门针对数据清洗的 它的目的是为了干嘛的 减少 nip端 发给reduce端的数据量吧 它主要起的作用是这个 只是说有个附加作用 那顺便 我这个如果你的场景正好符合这个特点的话 这个数据清洗是不是也解清了 好吗 好吗 这个是讲一个新的组件 叫做 combine 好吧 combine 那combine的这个组件 我们结合到我们昨天画的图里面 它是不是一定是在这个map task里面运行的 它在哪里运行的 它在这里运行的 莫举合并的时候它会去调什么 combine 做什么 局部聚合 它会在这里去做的 就这个合并的时候它会去调这个类 是不是也把这个数据分组给它 分组给它是不是产生一个结果 好吗 好 ok 那这里介绍一个新的组件